好 我們現在是介紹到影像的區塊分割 那影像區塊分割會介紹兩類型的方法 第一類型的方法叫做門檻值分割法 第二類型的方法叫做區域分割法 那門檻值的分割法它的觀念是最簡單的 例如說 之前我們吉利過一個例子 你看到我們用Kinect去擷取這個人的雙手 那你想過嗎 我們憑什麼去把他的手的部位的像素把它找出來 那我們知道Kinect它可以去拍攝二度空間的彩色影像 也可以去分析他所看到的點到感應感測器的距離 所以我們的做法就是說 我們能站在Kinect的感測器前面 那我們去分析說 因為我手速往外伸 往感測器那個方向伸 所以我的手跟身體比起來 手會更靠近感測器 所以我就定義說 我假設站在感測器前的1.5公尺的附近 那我去計算 我手伸出去的話 也許我的手到感測器的距離 大概是在120公分以內 所以我就定義說 好 我這個影像當中的像素 如果它距離Kinect的感測器的距離是小於1.2公尺的話 那些像素我全部要找出來 那麼 你剛剛聽到沒有 我們今天是去每一個像素都有一個數值 表示它到感測器的距離 所以感測器的距離如果小於1.2公尺 那些點我都會全部抓出來 就是擴成紅色這個區塊的所有點 那這個方法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門檻值分割法 我利用門檻值1.2公尺 把這個像素分兩類 一類是小於1.2公尺的 就是紅色區塊裡面的點 一類是其他像素的點 就是大於1.2公尺的 所以這個方法很簡單 那你也聽到剛剛所講的這個方法 也有一些切點 我們只是去分類整個影像當中的像素 分成為距離小於1.2公尺的 距離大於1.2公尺的 就分這兩類而已 那我找出來這些像素到底形成幾個區塊呢 在門檻值分割法當中不知道 要額外後續再用一些方法 才能夠去知道說到底我小於1.2公尺的像素 到底是形成一個完整的區塊 還是分成為兩個區塊 所以這個方法簡單是簡單 但是你真正要把影像當中 你所想要找出來的物件找出來的話 你必須還要有後續的一個動作 例如說我們上次剛才講到這個地方 這一張影像背景是黃色的 前景物的顏簽有紅色 藍色 綠色 你今天可以用色彩把這張影像分成四個類別 黃色一列 藍色一列 紅色一列 綠色一列 分四個類別 但是分出來的結果我只知道說 藍色是一些點 綠色一些點 紅色一些點 但是我不知道紅色點形成為一個區塊 兩個區塊 三個區塊 到底形成幾個區塊 我不知道 所以我後面還要再用一些 以前如果你有修過影像處理的話 我們在影像處理一二三有學過一個方法 叫做 Connecting the Component Generation 再去把空間上聚集在一起的這些紅色點 把它形成一個區塊 這是影像處理一二三就講的方法 好 所以用門檻值分割法 它做完以後還不是得到最後的結果 還要在一個後續做 連結區塊產生才是最後的結果 那既然這樣子為什麼還要用它呢 因為它真的非常的非常的簡單 好 那這種門檻值分割法有很多名稱 它主要是作用在影像的昏布圖上面 Histogram 好 這些方法是作用在影像的昏布圖上面 什麼叫昏布圖呢 就是以前我們在第三四張所講的 影像中的第三四張所講的Histogram 再看一下這個好了 什麼叫Histogram呢 還記得嗎 所以 比方說這一張影像好了 這一張影像當中的像素有背景是灰色的 前景物有橫白的 有灰的 有黑的 好 我把這張影像去做出它的Histogram 意思就是說水平軸這個圖 水平軸代表的是0123到25的灰階 垂直軸代表是這一張影像當中 擁有各種灰階點數的數目數量 比方說這個地方很高 代表說擁有這種 這一張影像當中擁有這種灰階點數比較多 高度代表點數 那擁有這種灰階的點數數量比較少 所以這一個圖就叫做這一張影像的Histogram 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地方Histogram 那我習慣把它中文翻譯叫做昏霧圖 為什麼呢 因為你可以從這張圖看得出來說 我的影像當中哪一種顏色的像素比較多 哪一種顏色的像素比較少 例如說你看這一個Histogram 你大概可以感覺到說 我的影像當中有一個物件 這個物件的顏色大概是介於這邊到這邊之間 另外有一個區域也許是背景 它的顏色可能是介於這邊到這邊之間 所以這個圖你可以看得出來說 我影像當中像素灰階的昏霧 所以我稱為它叫做灰階昏霧圖 那我們今天要去做物件偵測 例如說像這張影像 我的目標想要從這一張影像當中 把這些物件從這個背景把它分離出來 那我們依賴的是它們的不同的明暗度 這個比較亮 這個最暗 那跟背景亮度不一樣 我們是依賴的這個明暗度不同 要去把屬於這個區塊的所有像素 從背景當中把它分割出來 那你看一看這一張影像 你看你看白的很白 灰的黑的 大家感覺上都蠻清晰的 所以它們如果裡面的黑不完全黑 白不完全白 灰不完全灰 它們的灰階複部有很像 像是這樣的形狀 例如說黑色的像素當中 不完全一樣的黑 所以它們黑的灰階比較低 那灰黑的當中有一些比較黑 有些稍微白一點 但是它們的灰階變化不會差很多 所以會形成像是一個波峰 好像是一座山有波峰 有波谷這樣子的Histogram 所以你可以感覺到說 如果有一張影像 你去算出它的Histogram 那你可以感覺對你的出來說 喔這些黑色的點 它在這個昏述圖上 應該是出現在這個範圍之內 第二個 比較灰色的這些像素 可能是落在這個範圍之間 那背景第三黑嘛 大概是這個期間之間 最白的可能是這個期間當中 所以你可以想得到沒有 我的目標是要把這四種不同 主要的顏色把它分隔開來 那很簡單 你只要在這邊設定一個門檻值 設定一個門檻值 設定一個門檻值 假設這個門檻值叫做T1 這邊設定一個門檻值叫T2 這邊設定一個門檻值叫T3 那你看一張影像當中 每一個像素各別拿出來 你去看看它是落在小於T1 還是介於T1、T2之間 還是介於T2、T3之間 還是大於T3 那一個點拿出來 你去看看它落在哪個期間當中 你就把它歸到是第一類、第二類、第三類 還是第四類當中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一整張影像的所有像素 就分成為用這T1、T2、T3 三個門檻值把我的像素分為四個期間 每一個區間代表一類型的像素 那你是不是就會把影像的像素分離開來了 這樣子的做法就是我們這邊所講的門檻值的分割法 好 所以剛剛所講的什麼叫做門檻值 最簡單的一個影像分割的方法 就叫做門檻值分割法 好 那這個中文的翻譯有很多種 那我習慣稱它就叫門檻值法 那有的人稱叫做滑值方法 這個滑值就是剛剛所講的這個素值 我們幾個例子好了 我今天在做夜間的監控系統 那我偵測的依據是看說影像當中這個像素 在連續的兩張影像之間 它的灰階有沒有變化 來 我們看一個例子好了 以前我們看過的監控系統 現在市面上賣的監控系統當中 也有一類型的錄影方式是說 影像當中我有偵測到移動的像素 那麼我就開始錄影 或者我就不錄影 那什麼叫做移動的像素呢 我怎麼知道影像當中有移動的像素呢 那這個做法注意看一下喔 我憑什麼可以偵測出這個物體 我憑什麼可以偵測出這個物體 是因為連續兩張影像之間 你看這邊的像素在連續兩張影像之間 是沒有變化的 因為它是背景嘛 但是在這個人的附近 他在前一個時刻 假設在這邊 下一個時刻可能移到別的地方來了 所以那個位置 它的灰階不是會變化嗎 前一個時刻是人身上的點 下一個時刻已經變成背景了 就倒是說連續兩張影像之間 它有位移 所以比方說現在市面上 有一些監視器 它是平常不錄影的 它有偵測到有移動物體 它才開始錄影 但是它不會去偵測說移動物在哪裡 它只是偵測說有沒有移動物 這樣子而已 好 那你看看 這一張影像 我可以去做門檻植物科法 用前一個時刻的灰階 剪掉目前時刻的灰階 剪完這個灰階的素質 如果小小的不大 我就認為它是背景點 剪完以後 數值比較大 我就稱為叫前景點 我就可以把影像分成為 背景跟前景 假設背景給它用0表示 前景用1表示 我是不是把影像的像素 標記成為0跟1兩種類型 1代表移動點 0代表沒有移動點 那這個行為就叫做灰階 移動資訊的二字化 那你不要講移動資訊當然也可以啦 你就講說影像二字化 所以你看剛剛講的話 我用前一個時刻 跟目前這個時刻的灰階相減 相減以後如果很大 我就令它為1 不大我就令它為0 所以這是用動態資訊來做分析的 但是不是這個例子 我剛剛講的是一種監控應用的系統 那這個地方 這個意思是說 我可以完全用影像的黑跟白來做偵測 例如說 再舉一個例子 這邊沒有 這個例子好了 跟剛剛這個例子一樣 這個例子 這個例子我是說 整張影像當中 這些像素都有距離資訊 我定義一個門檻值 1.2公尺 如果你的像素是小於1.2公尺 我就標記為0 否則就 我這樣講好了 小於1.2我標記為1 大於1.2我標記為0 所以我就1當做前景點 就是所當的點 0就是背景點 就是背景跟身體上的點 就被我標記為0的點 那這個例子 就相當於是用這個函數去表示的 你看 我假設把這個東西改成為距離 影像當中某個像素 我分析出來它的距離 距離 假設 這邊剛好相反 這邊說 距離大於t 我就令它為1 距離小於t 我就令它為0 所以我的手上的點 就是被我標記為0的點 身體跟背景的點 就被我標記為1的點 那這樣子 我就可以把影像的像素 分兩類 我就可以把手上面的點 都全部找出來 像剛剛這個例子 那找出來以後 我可以再利用 以前影像素 與1二剛手學過的 connected component的方法 把這些點 一極成為一個區塊 一個區塊 我這樣都認識到兩個手 甚至我可以再去分析 這個區塊的形狀 你剛看到手 手指沒有展開 是連形的 手展開 有一隻一隻的 我可以分析它的形狀 來辨識手是張開 還是合起來 就可以去來代表不同的指令 來問一個問題 你頭分辨手是這樣子 還是這樣子 怎麼做 來一分 怎麼辨識我現在的手是張開 還是合起來 隨便想 想出來就是一分 來 快點 五秒鐘 沒有人要講 沒有人講就算了 你們三個都開很緊 好 所以我們要介紹的第一類型的方法 叫做門檻值分割化 然後等一下第二類型的方法叫做區域分割化 所以門檻值分割化很簡單 就是找一個門檻值 這個叫做門檻值 找一個門檻值 然後把像素的灰階 或者是動態的資訊 或者是剛剛講的距離 來跟門檻值做比較 然後把像素分兩群兩類 這個叫做二直化方法 可以用來偵測五項當中的物件 這是第一類型的方法 好 那我看看我講到哪裡了 好 門檻值分割法 那門檻值分割法 剛剛已經有提示過說 這個方法做完的結果 還不是我們要的答案 像我剛剛講這個例子 我整張影像的像素色彩有四種 背景 然後前景 有四種顏色 我去做門檻值分割法 我只是把像素分為四群而已 剛剛這邊所講的 分為一二三十四群 那你要能夠真正把 這一群裡面的區塊 一個一個獨立出來 你還要再利用 connected component的方法 連結區塊產生的方法 去找出各個區塊 所以這邊才有這麼一計畫說 這一類型的方法 沒有區塊的觀念 它只是將影像當中的像素 依照灰階或色彩分成幾類 每一類當中可能有包含一個或兩個 或多個的區塊 就像紅色一樣 就像綠色一樣 就像藍色一樣 有很多區塊 所以要額外再利用一些連結區塊 產生的方法去分出各個小區塊 好 那 我們另外講義上還會再介紹 第二類型的方法叫做區域分割法 那麼區域分割法 它是直接根據影像像素的相似性 而且會把空間上的連結關係考慮進去 所以這類型的方法 第二類型的方法 我們找出完結果 就是我們要的一個一個區塊 那我現在這樣講你還是不懂 沒有關係 我們等到九點四節就會來介紹這些方法 你就知道完整的步驟 好 那剛剛提到最基本的區塊分割方法 就是用門檻子分割法 那 怎麼一直都一直重複 好 那在介紹門檻子分割方法之前 先來講幾個專有名詞 有時候有些同學要做一項助理的論文 那這些錯詞可能用起來會有點混淆 來 我們看看 stresshole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動詞 你以前在學英文 你可以說有動詞、名詞、形容詞、副詞等等之類的 那你可以把stresshole看成是一個動詞 就是在做門檻子分割方法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因為是要把區塊的項目分取 把區塊分割開來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的中文翻譯叫做分割 那什麼叫做stresshole rating 就是用來分割群體的這個門檻子 就好像剛剛有講的這個範例 我今天要把這張影像分成為四類型的區域 那麼T1、T2、T3 就是我們要事先先找出來的三個門檻值 那所以T1、T2、T3 它就稱為叫做stresshole rating 那如果你去看日文的話 或者看一些其他書 中文書的話 或是英文書的話 它有時候會直接用stresshole來代替stresshole rating 它懶得在寫這個視野的 所以直接用stresshole 所以今天你要表達說 到底stresshole是代表這個門檻子 還是這個分割的意思 要看前後文才知道 那什麼叫stresshole rating呢 如果你把它看成是動詞的話 加ing就是動名詞嘛 就當作名詞來看 就是代表的是一個分割的方法 所以你看我這邊寫了一個記子 把這三個字都用上去了 就是說在這一個門檻值分割方法當中 stresshole in method 在這個方法當中 我們設定了一個門檻值T 來把影像做分割 所以有stresshole的動詞 再定義一個門檻值 在這個方法當中做這些事情 好 所以這只是措辭上 我先講清楚 那門檻值分割法 它可以作用在任何分布圖上 例如說你最熟悉的就是 微階數量分布圖 另外也可以作用在T度強度的分布圖上面 來 什麼叫T度強度呢 還記不記得我們在第八章才講過 我做邊偵測 那什麼叫做T度強度呢 我做邊 我可以用一次微分 或二次微分來偵測 那你看 做完一次微分 在S跟Y方向的一次微分 合成為一個向量 這個向量就叫做像素的T度 T度本身是一個向量 你可以算出這個向量的長度 向量的長度 就是S方向一次微分平方 加Y方向一次微分平方 然後開根號 就像剛剛也是代表一個向量的長度 我們稱它叫做T度的強度 我可以算出一張影像的T度強度 分布圖 那是什麼東西呢 例如說 我可以把一張影像的Granet Boisca 表示出來 水平軸代表的是 0 1 2 3 4 5 一直到255的灰接 全直軸代表是 擁有各種不同灰接的像素個數 這個叫做灰接分布圖 我們也可以用來表示 一張影像當中 所有的像素都經過一次微分作用過以後 算出它在S方向的微分平方 加Y方向微分平方 然後合以後開根號 代表T度強度 這個點 它是在一個均勻亮度區域裡面的點 所以它根本就沒有T度 所以它就是0 那有些點它T度強度很強 就是列靠右邊 那0 1 2 3可以變化到最大的T度強度 好 所以我可以把一張影像 做完一次微分以後 去把T度強度來做分類 T度強度為0的 1 2 3 然後看看 0的有多少個點 1有多少個點 2有多少點 3有多少點 OK 這就是T度強度的分布圖 來考一題 剛剛講說灰階分布圖 我可以大致看出影像灰階的分布傾向 我要做門檻子分割 我可以在這些波峰之間的波谷 選擇當作門檻子 來把影像區塊分群 你剛剛看到這個例子沒有 我們不是把它分為 用三個門檻子分成為四群嗎 好 那這邊要問的是說 剛剛的灰階分布圖 可以用來做區塊分群用 問T度強度的分布圖 可以幹什麼用 來 一分 T度強度分布圖 可以幹什麼用 你只要想得到任何應用 就可以講 它有什麼用 這個問題 又回到我們在前一張所講的邊偵測的問題 來 我們再看一下邊偵測的問題 以前我們在講邊偵測 那我們要把像 我們是根據像素的邊的強度來決定 所以你看 你看我們在做點線邊的偵測過程當中 都會設定一個判定準則 當 看這個例子好了 這個後來才補上去 當邊的強度大於一個自先定義好的門檻子 這邊寫錯了 那麼我們就說那是邊上的點 火則就不是 來 那問一個問題 我今天要做 這個講義上沒有 這個是後來我才漏掉 後來才加上去了 今天你在做一個監視器 白天偵測有沒有外物入侵 夜晚偵測有沒有外物入侵 那你今天要偵測有沒有物體 進到你的偵測區域裡面來 你可以去做邊偵測 你想想看 如果這邊都是灰灰的背景 我的手伸進來 那不是手的顏色跟背景不一樣嗎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邊緣 看到這個手跟背景是在邊 所以我可以去偵測說 影像當中有沒有很多邊點出現 如果有 表示有東西進來嗎 如果沒有 表示沒有外物進來 好 那你想想看 我今天監視器監視 白天監視跟夜間監視 你看到的這個物體進來的邊 清晰度一樣嗎 晚上背景暗暗的人也黑黑的 所以人身上跟背景 明暗度差不了多少 那個邊的強度不太明顯了 白天背景跟人亮度差很多 就很明顯了 所以你今天要夜間偵測人 這個移動物體的邊緣跟夜晚 白天跟夜晚要偵測人物體的邊緣 你這個門檻子會一樣嗎 你要偵測 如果你門檻子設有一樣的話 有可能是白天偵測出來 夜間偵測不出來 所以你的門檻子 理論上應該是要 能夠隨時去適應 你目前的環境來自動決定了 不是你能夠事先設定好了 你能夠事先設定好 你當時沒有想到那麼多說 白天會差多少 夜間會差多少 你沒辦法事先知道 比方說我們在做車輛的偵測 我車子開出去 這個天候變化有時候是大太陽 有時候是陰天 有時候夜晚 有時候黃昏 有時候那個屋隱密布的 都差很多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 事先設定好這個門檻 所以一個最好的方法就是 拿你目前的影像來分析 我的邊的強度應該要多少 才叫做真正我要偵測的邊 像白天對比很強烈 我可以把這個邊的強度射高一點 才不會真的偵測出來 旁邊雜訊也被偵測出來 夜晚 夜晚因為人身上跟背景顏色 差異不會很大 我為了偵測出 所以我會把門檻值射得低一點 我才不會落實掉 以為沒有東西 所以我們的門檻值應該要隨時 根據你目前是白天還是夜晚 自己去決定 我的演算法自己決定 不是我人工先幫他決定 所以你看 需要做這個偵測用的門檻值 你就可以用剛剛這個方法 用這個T度強度的分布圖來做決定 你一白天拍得很像 這個背景跟固體顏色差很多 那我現在不是要看顏色 我是要看它的邊強度 邊強度有可能是 有些是其他物體的或是雜訊的 這些強度可能這一塊 那一個物體跑進來跟它的背景 邊界差很多 但它的邊強度可能比較強 所以我為了避免雜訊對我的干擾 所以我先把它引向的邊強度的分布圖 先秀出來 再去找這個門檻值 當作邊強度的門檻值 T 剛剛你看到的T1 如果我的邊強度帶來T1 我就認為是物體 侵入物的邊緣的邊界點 否則就不是 那相同的今天夜晚我拍的結果 我也是一樣可以根據目前環境的邊強度 而分布圖來決定一個門檻值 那我纏過 如果要門檻值我定的不對 定的太高了 我可能物體都偵測不出來 定的太低 我會把很多雜訊都認為是物體 反而太雜亂 找不出那個有形體的侵入物 所以我會根據影像的這個揮接 T度強度的分布 來決定我的門檻值 一 我能夠把掉真摯的物體找出來 而且不會受到其他雜訊的影響 不干擾 所以剛剛一個問題就是問 T度強度的分布圖有什麼用 就可以從這邊讓我們來自動尋找 做邊偵測的門檻值的定義 好 所以門檻值分割法可以作用在任何分布圖上 也許是灰階分布圖 也許色彩分布圖 也許T度強度分布圖 好 那我們今天上課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是要來探討 你想想看 我今天做門檻值化的方法 最重要在哪裡 其實最重要是如何去定義出門檻值 像我剛剛在講做監控系統 你要去偵測有沒有物件入侵 你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要去分積移動物 它前一個時刻那個點的灰階 跟目前時刻灰階的差多少 這個門檻值最重要 像我剛剛在講邊偵測 多強的邊才是真正那個 其入侵物的邊界的邊法 那所以整個做門檻值的分割法 當中最難的就是如何去找出這個門檻值 而且很多的自動化的應用 像你剛剛在講做監控系統 難道你要隨時看的你的影像 你能夠去幫他結定門檻值嗎 當然不是 是你的演算法要自動去找出來 所以我們今天上課最重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所謂的自動化 如何自動去結定門檻值應該是多少 這個是最難的 所以要達到完全自動化的一個目標 所以我們今天上課最重要的是 這邊我們會介紹四種 自動門檻值選取的方法 那當然在介紹這個方法之前 還有很多其他的問題要先解決 我們現在來探討那些問題 通常我們在定義門檻值的時候 剛剛講的時候是作用在灰階分布可上 那我們先來看看 通常影像像素會分為幾群 這些群的像素聚集在分布圖上 通常都會形成一些波峰 就像剛剛講的這個例子 一張影像 背景是一種特定顏色 前景部各別有不同的顏色 那我們真正 就像你看這個教室裡面的桌子 桌面顏色是一類型 可是桌面上的顏色 大家都是一樣的 規模嗎 不是啊 有些地方亮一點 有些地方亮一點 所以它不會形成是 只有一種灰階 它可能會散不開的 有些稍微亮一些 有些稍微暗一些 所以才會出現說 我們剛剛講 你看白色的像素 有可能形成像這樣子一個波峰 背景形成這樣子一個波峰 那最黑的物體形成這個波峰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 我今天要把影像的像素分為四群 你的分割的位置 是不是剛好就可以定義在這個波峰 兩個波峰之間的波峰的位置上 這是很直覺的想法 所以這邊說 我們影像像素分為分為幾群 通常這些分布會呈現幾個波峰 因此我們要去做分群的時候 我們所決定的位置 通常都是設定在波峰之間的波峰的位置 所以你剛剛看到我的選擇 門檻值就是定義在這邊 定義在這邊 定義在這邊 好 那所有影像它的像素 一定會有很多種不同的波峰 波峰嗎 不一定 我們把影像像素分布圖 根據它們波的形狀 分為這三類型 一種叫做單峰分布圖 Ulimode分布圖 就像這個例子 我的灰階在分布圖上 只形成一座三峰 哇 那你如果要把像素分兩群的話 你的依據在哪裡 靠什麼來分呢 分在哪裡呢 這個難度是最高的 好 第二類型的分布圖形狀 就是說有兩個波峰的分布圖 我們稱這一種分布圖叫做 百莫的 百莫的histogram 雙峰的分布圖 就像這個例子 一個波峰 一座山另外一座山 那你可以想像說 某一群的像素 聚集在這個地方 另外一群的像素聚集在這邊 所以我的分割位置就是在波谷的地方 這是所有門檻子分割法最好做的對象 來 第三種就是 峰多以兩個以上的 這個分布圖 我們就稱為多峰分布圖 Marty Maude的histogram 就像這個例子 一個山峰兩個三個四個 那所以我們要分四群 我們要找三個門檻子 兩個波峰要分兩群 我只要一個門檻子 所以你要分成N群 你就要有N-一個門檻子 所以這邊所寫的 雙峰用一個門檻子 就可以分兩群 多峰假設有N群 我就要用N-一個門檻子才夠 好 那麼在講這動作直話之前 我們還是先把門檻子分割法 自動門檻子是我們學習的終極目標 那過去像Portoshop 它提供很多門檻子方法 它是讓人工來決定這個門檻子的 你如果有去摸Portoshop的話 那它裡面有一個指令 就是你可以人工去調這個T值 然後去做影像二次化 但是我們在做自動化應用當中 剛剛前面前面講自動化應用當中 一定要能夠自動自己去決定門檻子 電腦程式自己決定門檻子 不是我們把它決定 好 那我們這邊是先介紹說分割 門檻子分割法的分類 然後再來講自動門檻子法 門檻子分割法的類型 從技術觀點來看 基本上分為這一二三 三種類型 那三種類型 它的難易度差很多 它的效率差很多 越簡單的方法速度越快 但是能力越差 那越複雜的方法速度越慢 但是它能夠處理的對象 它的穩定度比度上會比較好 實用性會比較好 好 從最簡單講到最複雜 最簡單的門檻子分割法叫做 Global Thresholding 中文翻譯叫做整體門檻子法 好 那剛剛有提到說 做門檻子分割法 最難的事情是去決定這個 Special Rally 決定這個門檻子 好 那這三類型的技術的差別 都完全差在門檻子的定義上面 來 我們看什麼叫做 Global Thresholding 這一類型的方法 它的門檻子的選取 是用影像灰階來做決定的 例如說你剛剛看到這個例子 影像像素的灰階拿來做成一個分布圖 我要把影像像素根據灰階分兩類型 我不是根據這個灰階的分布圖 決定這個波谷的位置 當作門檻子嗎 所以這個門檻子的決定 完全是跟灰階有關 用灰階分析出來的分布圖 來決定這個門檻子 所以你的門檻子的決定 如果只是跟影像像素的灰階相關 那我們稱這個方法就叫做 Global Thresholding 那很多應用 我們常常只要做二質化 像剛剛在講監控系統的 入侵物的偵測 我只要分辨是入侵物 還是不是入侵物 兩種 所以就是二質化 像我們做瑕疵檢測 一張影像當中看到的物件當中 有哪些像素屬於瑕疵點 哪些非瑕疵點 一樣分兩類 所以太多的應用 都是只有把像素分兩類 好 所以分兩類這樣的動作 我們有個專用名詞叫做二質化 就叫做 Billable Thresholding寫在哪裡 這邊沒有 這邊 Billable Thresholding 應該正前面也有 我看一下 我這邊沒有寫二質化嗎 好 我這邊沒有寫 只有一個中文啦 二質化 你看這個例子好了 我原來影像的灰階有0到255 那我是根據灰階把像素分兩群 完全根據明暗度分 量度高於門檻值的 定為1這一群 量度小於門檻值的 定為0這一群 所以你可以簡單的講說 我就是把影像從256規階 變為兩種規階 0跟1 那不就叫做二質化嗎 變成只有0跟1兩個數值 所以這是最簡單的應用 二質化 那二質化的英文就叫做 Billable Thresholding 二質就是Billable 兩個Label的意思 所以這個方法 二質化就叫做Billable Thresholding 好 那我們的門檻值的決定 只有跟影像規階相關 像剛剛你講的 從規階目標不找出來的話 那我今天做二質化 我就要找一個門檻值就好 但是像這個例子 我要做四質化 背景一質物件有白 灰 黑 三質 總共四質化 四質化我就要創造三個門檻值 但是只要這個門檻值是跟 只有跟灰階相關 這些不管幾質化 灰 門檻值的選曲 只跟灰階相關 我們稱這個方法 就叫做Billable Thresholding 所有方法是大空 這個是最簡單的 好 第二種叫做區域門檻值化 這個就比較複雜了 來 Local Thresholding 方法 當中的門檻值的選曲 不僅只是跟影像規階相關 還跟各像素的區域特徵相關 例如說你看 我們定義的門檻值 怎麼定義 一張影像 比方說這是一張 比方說這是一張影像 這邊有一個像素 這個像素的坐標叫做F 叫做XY 這個像素本身的灰階就叫做FXY F括號XY 那我在決定這個像素 要來跟它做比較的門檻值 就像剛剛前面這個例子 FXY我會定義一個門檻值 來跟它做比較 用來跟它做比較這個門檻值 不是用剛剛的灰階定義出來 你看我怎麼定義的 我是跟這個像素的周邊總共 25個像素的平均值 算出來的灰階 當作門檻值 那你看看這個定義 它不完全只是跟影像 整體的灰階相關 它還跟區域 那個像素的區域的灰階平均值相關 區域的特徵 我們把平均值當作是一個像素的區域特徵 你也可以定義它的標準差 定義 entropy等等之類的 有很多很多的定義 只要跟那個像素的區域特性相關 你看用灰階再加上區域特性 所定義出來門檻值 那麼這一類型的方法 我們就叫做Local Threshold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 今天一張影像要走一百萬個像素 我去做二指化 我的門檻只有一種嗎 不會啊 因為不同位置的像素它的平均 區域平均值可能不一樣 所以我門檻只可能有很多種 所以你可以想像 這一類型的方法的複雜度一定比 Global Threshold的高 速度也一定會比較慢 你看 我影像有一百萬個像素 我一百萬個像素 每一個都個別去跟同一個門檻子比較 我門檻只要算一次 不需要算一百萬一次 這邊要算一百萬一次啊 一百萬個像素每個像素都要去算區域的平均推介 我的門檻子不是要算一百萬一次 所以速度會差很多很多 那它有什麼好處 你想想看它有什麼好處 今天我們的 假如說做監視系統好的 我敢保證我現在要監視的範圍 大家都一樣的亮一樣的暗嗎 有可能我們最重視是夜間的監視欸 有時候大廳弄得很亮 走廊或者是房間都讓它很暗 如果說我的相機同時看到走廊 又看到大廳不問暗不問亮 你憑什麼能夠在暗的當中 去偵測出暗中有人 怎麼去同時偵測出亮 亮中有人 你憑什麼兩個推同時做到 你的門檻子是不是應該就那個區域 比方說今天我的監視系拍攝到的環境當中 這邊是大廳 這邊是走廊 這邊是什麼另外一個區域 這邊比較暗 這邊比較亮 那剛剛不是講說亮的邊強度 它的對比大嗎 對比大 它的對比小 那你如果今天用門檻子是完全一樣的話 有可能它找出來它找不出來 有可能你用小的門檻子把它找出來 它也找出來 可是這邊用很多不是要的也都被找出來 有這個問題啊 所以你今天如果有一個區域的特性考慮在裡面 亮的區域 這個點的門檻子 我會考慮附近的像素 這個 它的門檻子考慮區域像素 它在亮的當中 它有亮的門檻子的選擇 我在暗的當中有暗的門檻子的選擇 我可以適應環境耶 所以有區域門檻子的方法 它的適用彈性會比群體的門檻子的分割法高得許多 但是你可以想像到速度會慢很多 第三類型的方法更複雜的 它叫做Dynamic Resulting 中文翻譯叫做動態門檻子法 又稱為叫適應性門檻子法 Adaptive Space Holding 你看看它的門檻子的決定 跟三個因素相關 動態門檻子的門檻子選取 同時跟影像位接 像素區域特性 跟像素在影像當中的位置 剛剛還沒有跟位置相關喔 幾個例子 這一張影像當中 有膜兩個像素 這個跟這個像素 它的區域特性跟它的區域特性都一樣 所以如果以第二個方法來做的話 這兩個像素所需要門檻子都一樣 可是現在第三個方法 我可以自己再定義 位置不同 你的門檻就會變 所以你看 這兩個像素的區域特性一樣 可是在空間當中位置不同 我可能定義出來門檻子 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方法是不是 彈性更大更複雜 所以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門檻子分割法 分為三個等級 最簡單的 Global Space Holding 第二是Global Space Holding 第三是Dynamic Space Holding 越後面的複雜度越高 彈性越大 但是它能夠適應的對象當然也會越大 好 所以我們剛剛只是把門檻子分割法 介紹它的幾個類型 好 那在講自動二字化之前 自動二字化之前 我們先在談一個問題 像我們在做生產線上的一些光電產品的檢測 經常會碰到的問題 幾個例子 太陽能電磁板放在生產線上 那它上面有沒有瑕疵 我們當然用相機拍 然後去分析 OK 好 如果今天一個太陽能電磁板 假設說它還沒有經過印刷電路 沒有那個印刷電路附在上面 所以它整個矽晶片灰階 灰灰的太陽能電產應該顏色差不多 那如果今天我在偵測的時候 比方說生產線在這裡 幾個例子 假設生產線在這裡 電磁板放在上面 所以生產線會一往右邊移動 我相機擺在這邊 拍攝 哇 那我要打光嘛 旁邊要有光臉打光 那亮亮我才看得到 哇 結果我這個工廠 生產線上的工廠環境很差 燈泡用了很久了 結果照在物體表面上的光線的強度 是不均勻的 那不均勻照在這個電磁板上面 你看到它好像顏色不均勻了 那到底是電磁板的瑕疵還是光線不好 所以環境光源不好 會對我們的偵測造成影響 所以我們在講自動二質化之前 自動二質化 在這個之前 我們有一個小問題要解決 就是要先把不均勻的環境光源 先把這個因素排除掉 好 那怎麼做呢 這邊就舉一個例子 例如說 我們在生物實驗室裡面 要去檢驗一些細胞 培養你們上面的一些細胞 好 我像 等一下你們看這邊我相機照 照不來很漂亮 但是如果這個實驗室的燈光 因為別人的需求等等的一些因素 結果燈光不均勻 你看 這樣子好的一個東西 放在這個燈光底下 我相機拍攝到 結果變回這樣子 哇 你怎麼能夠把這些 所有的顆粒一個一個找出來 找得很漂亮呢 這個例子就是說 環境光源不均勻 讓我造成的影像 要去做灰階本坎值分割 造成困擾 我分割絕對不會做得很漂亮 旁邊可能我都分不出來 所以第一個步驟 我要先想辦法把這個不均勻的光源的因素 把它消除掉 希望把拍出來的影像 變成了這樣的影像 再來做副歌 好 那你想一想要怎麼做 怎麼樣把這個不均勻的因素消除掉 那其實做法很簡單 我們在做太陽能電子板 小次檢測也有去跑這個動作 來 看圖說故事 我今天相機拍的範圍 假設是在這個範圍之內 那我現在不知道說 今天我拍攝到的這個電子板表面上 有黑有白 到底是電子板本身的黑白不同 還是因為光源不均勻造成的 那沒關係 我們就先把一個亮度校正板放在上面 先沒有代測物 我先一個亮度校正板放在上面 簡單講一張黑貨紙也可以 一張白紙放在上面 好 記不記得以前我們在講影像處理的時候 有提到一個問題 相機所拍攝到的這個灰階 是由哪兩個因素所造成的 來 為什麼這邊白這邊黑 為什麼這邊白這邊黑 因為投影機造出來 這邊有造出白光 這邊沒有造出白光 所以今天你看到有黑有白 是因為光線強度不同造成的 我們以前講過 你的眼鏡看到這邊有黑有白 這邊的黑白的差別因素 是因為外界光源強度不同造成的 這邊亮這邊暗 所以我們會有環境光源的問題 illumination 好 為什麼這邊白這邊黑 一樣都沒有投影機的光 只有日光燈的光 為什麼這邊白這邊黑 因為這個材質不一樣 所以造作出反射系度不同 所以你現在眼鏡看到的 比我應該會能在哪輛 我看看 現在是從沒一張 對 好 OK 還是 好 絲